阿我評價一下 今天我們在說這部在討論這部政黨法 他現在跟你說誰敢討論我們都黨慘 阿批就叉叉叉我就不敢說下去了 那講那個沒有法定的效率阿 他是 那講就是對 等於是他的意見表達而已嘛 以我們委員這麼高的智慧應該是可以不用理他啦 我童年不理他啦 我才會去理他 我如果理他我還跟你在這裡說這部政黨法 甚至你拿出來頒問我還跟你說你這個今天沒效果耶 那我們就不要討論他的發言嘛 所以阿 次長 其實我看這部草案裡面提到的也蠻多啦 是 至於女期提到的 說 這個政黨裡面啦 去強化政黨內部選舉的青年度 消滅會選行為 這些啦 那剛好現在碰到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在選舉 前陣子啊 也有人在指控 請客的部分 那如果以這部法律 現在把它規範到政黨內部來的話 我那一些 每個政黨都要適用 然後上訴 像這一次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被 指控的部分麻煩喔 這個是有罰則的 如果這個法通過的話是有罰則的 所以 選黨主席 是 選黨主席 在 社長你們在辯護這一本 政黨法的一個草案裡面呢 裡面什麼羅列的這些重點啊 過時啊 有點過時啦 也有點跟社會目前所期待的氛圍不同 我們沒有看到 所謂叫 轉型正義 甚至於 我們所看到的 你在整個 查案45條的一個規定裡面 你認為 施行 施行前 政黨經營 投資的盈利事業啊 就變成說 施行法案兩年內 通過以後啊 施行後啊 兩年 將股份 出資轉量的部分 你們動作和 信討協就可以了 沒有辦法轉讓 應該轉讓嘛 沒有辦法轉讓你們認為信討就好了 讓政黨啊 繼續做收啊 這一些 不當黨產的一個收益啊 你反而讓他給合法啊 這個本席就沒有辦法來接受了 因為從你們的態度 我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 你們要的就是說 不需要法律的規範 你們認為 什麼不當黨產 按照民事訴訟的方式去走就可以了 不然就其他途徑 去協商 看那個做廣告 他占到什麼人的 他占到什麼人的 協商 占到國家的 協商 市長啊 這如果會通齁 走就可以了 政黨如果這麼有良心 要討出來 走他就拿出來 馬英九馬總統 幹了快八年了 你還記得以前他說要黨產歸零嗎 沒辦法歸零就沒辦法歸零了 太龐大了 太龐大大到 這個奶嘴大到沒有辦法斷來 所以 從我這樣談完以後 你再來把它想想看 今天這樣的一個草案 今天這樣的一個說明 你有沒有覺得漢言嗎 這樣的一個作為 這樣的一個立場 對吧 司法訴訟 但其他途徑 市長啊 不夠啦 這這樣是 太保守啦 人家太保守啦 這就 我這樣跟你說 很理性跟你說 你應該在那裡聽得下 太大了 大到嚇死人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行政院這邊 可以採在更開放的態度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再來就黃委員招順 主席本席想請這個次長 有請陳次長 黃委員你好 次長早 我想在立法院 我還是很希望 因為今天是3月21號 換句話講 你們還有兩個月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可以努力 我在這裡還是非常誠摯的 鼓勵你們 因為你們畢竟是國家 以往